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父亲 竟然是约儿子一起卖毒 高雄有一名父亲 想要靠着毒品牟利 就以家中的素食餐厅当作掩护 而楼上却是大毒窟 教儿子犯毒 客人如果上门的话 就以买菜或是买饭当作暗号 而时机白漏之后 这爸爸被逮捕 竟然把过错 全部都推给了儿子 警方来到嫌犯三楼住处 破门进到房间 一包包的安非他命 就藏在床底下 袁警还意外发现 一枚活力强大的土制手榴弹 这对卖毒的父子俩 以楼下经营的素食餐厅为掩护 墙上贴满佛金 鼓励人向善 平常客人相当多 很难想象三楼竟然是个大毒窟 你要来这买菜是吗 还是要来吃饭 如果试的话 他会带到他的三楼 再由他儿子出面来做毒品交易 父子俩一手念佛一手吸毒 真的有够讽刺 警方跟肩半年 终于逮到他们 但证明恒心的父亲为了脱罪 竟然把过错都推给刚满18岁的儿子 爸爸就共称说是 他是帮他儿子介绍 帮助卖而已 所以他爸爸就是10万块交保 然后他儿子就是被裁定积压 金钱这样 年少无知的儿子坦诚卖毒 父亲则是交保 现在餐厅生意因为毒品案 大受影响 少年的前途也令人担忧 请不吝点赞